你的意思是说 你和我在一起了 你就不用工作了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过来 我给你的工作 什么工作 把我盯着黎东 随时给我打报告 我要对他展开猛烈的追求 吴王楠 你答应 我怎么着也是个老爷们 你让我干这事 你还不如让我去死呢 你确定 我确定再见 说吧怎么定 你那月多了钱 来 跟杯哥们 我上杯子欠你的真的 你爸妈可高兴了 我爸也特高兴 其实我能看得出来 你一直都在抢烟欢笑 不过我一点都不介意 我知道 你心里的那个地方 还装着林美雅 我也知道 那都是暂时的 毕竟我们两个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早晚都会被时间尘封起来 再严重的伤口 也会有痊愈的那一天 不管怎样 今后的路 是我们两个相伴走下去的 我会是一个好妻子 好妈妈 你放心 你会幸福的 你会幸福的 陪我走一走好吗 陪我走一走好吗 您的菜 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你说 我在美国 有一个医生朋友 他们的医院 有专门针对昏迷病人的苏醒技术 所以我在想 你要不要带你爸爸 去那边看一看 可以吗 他太好了 可是 去美国看病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你药费你不用担心 我会听你出 小黎叔 我 回头 回头你再还给我 美颜 如果现在 是你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我想林师叔一定会 竭尽所能 毫不犹豫地选择 把握这次机会 对吗 如果是我爸 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他都不会放弃 所以我也一样 这就对了 正好你可以选择 这次机会 去国外偷偷气嘛 算算心 我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 发生了很多事 有很多事情你放不下 正好到国外 可以走一走 看一看 放开新环境 没准状态会好很多呢 别担心 我会陪你一块儿去的 你陪我一起去啊 不用那么惊讶吧 正好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出国考察一下 去年万豪就给我打过电话 邀请我去华盛顿 进行访问和考察 那这次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去美国走一走 看一看 顺带考察一下新的项目 一举两得 那你在这边的工作怎么办 你走得开吗 你就不用替我操心了吧 我那个老伴 潇洒了一辈子 也是时候该收收心 管理管理她的公司了吧 还有你别忘了 我们家还有威威啊 威威在日本 学的就是工商管理 你别看她平时 疯疯癫癫不招四六的 可是她上学的时候 成绩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打算 让她在离家饭店工作 一段时间之后 直接到公司进行管理 只要她肯努力 她的未来会非常出色 好了 即便如此 如果她们真的需要我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我可以随时随地 和她们进行视频会议 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所以 你可以放心了吧 小黎叔 我做不到 让自己完全踏实地 接受你为我做这一切 因为现在 我还给不了你任何承诺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才能把欠你的 都还清 但是我会尽我所能 美娅 如果你觉得 我为你做的这一切 仅仅是为了得到你 那我未免太不高级了吧 我立东是真心实意地 愿意对你好 愿意帮助你 不求任何回报的 不求任何承诺 当然我这么做 也不全是为了你 也算是 为了某种 无处安放的灵魂 无处安放的灵魂吧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有人在爱着你 爱得那么小心翼翼 爱得那么如履薄冰 可是只要你能获得最终的幸福 这份爱都是值得的 这份爱都是值得的 所以请你敞开心扉 坦然地接受这一切吧 成全这份小心翼翼 成全这份值得 好吗 吃饭吗 吃饭吗 爸不吃了 吃完 溜弯去了 你是吃饭的还是玩手机啊 我没玩手机 我在实时监控呢 什么欧阳的 徐思雨的 李美雅的朋友圈 我得知道实时动态呀 我哥的就不用监控了 她的朋友圈 无非就是一些 关于金融类的转发链接 其他有关心情 什么做了什么 想了什么 一概没有 什么也监控不出来 无聊死 李美雅最近也不爱 发朋友圈了 这个世界太安静了 我好无聊啊 就是啊 我也想知道 你哥跟李美雅的情况 就是看不见 你跟骂叔叔呗 自从李美雅的真实身份 曝光了之后 他跟欧阳不就彻底没戏了吗 据我所知啊 我哥已经正式向李美雅表白了 是吗 其他的就看时间了 那真是太好了 我就知道 李美雅呀 一定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是 可是 我怎么也没想到 她竟然是 欧常琳的女儿 真是无其不有啊 到最后 还是跟欧家结为亲家了 这好单单的突然冒出两个私生意 这欧常琳以后的财产 和公司股权要怎么分配 都成问题呀 是啊 爸 林美雅是一定不会去选要分财产的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而且 她根本就不想认欧伯伯和欧阳 是啊 那你了解林美雅 可是你了解林美雅的同胞姐妹吗 嗯 欧阳马上要入选赌事会了 这时候冒出两个私生女的丑闻 难免会被一些比有用心的人利用 所以这个时候啊 一定要小心谨慎 这些我一点都不关心 我就知道 我儿子马上就要娶媳妇了 那这一点您可以完全放心 我哥他现在算是开了窍了 我现在发现他有事没事就去找林美雅 他现在还学会腻腻歪歪了 是吗 是吗 那这又太好了 最好呢 今年就把事儿给办了 我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可是不知道 林美雅那边是怎么想的呀 瞧 你急劲了 这是 怎么了 网上刚刚发布的消息 说欧家和徐家即将联姻 连订婚场地都订好了 是吗 林美雅现在虽然是欧阳的妹妹 可是你徐思雨曾经做过的那些缺德事 也不能就这样一笔勾销了吧 这也太便宜他了 他想嫁给欧阳 我就偏不让他如愿 喂 我看着不想变成个好事儿啊 我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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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无论 就Endic 那对的 还不准备你 我看就呢 你多留意 我看是 是百利无一害啊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欧长林只是想借助徐红山 退欧阳上位 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想 跟徐家结为亲家 这事还不好说 毕竟他做事总要给自己留一手 所以我也不得不行动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是说 你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来力退欧阳呢 欧阳也好 欧瑞也罢 那不都是自己的孩子吗 是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可是 对于欧长林来说就不一样了 小瑞必定不是他的亲骨肉 一旦我跟欧长林的婚姻有变故 欧阳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 我必须 为小瑞的未来 有所考虑 这辈子 我欠小瑞和他生父的 太多了 好吧 我可以说服那些股东 来支持欧瑞 做欧市集团的董事长 不过 那些小股东都是欺强派 现在这种情况 恐怕你很难得到他们的支持 正因为他们是 剑峰市剁的墙头草 所以我才不担心呢 我 他不担心吗 不担心吗 你 我 我 我 阿姨 你之前说要全力帮小瑞 我还以为您开玩笑的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成效 好了 就这样吧 郑总 欧总来了 你怎么来的 陈哲你究竟想要干什么你 这新闻稿你到底要干什么 公司偷税漏税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的 说 你妈告诉我的 我妈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 小瑞 你冷静点 你听我说 这些都是妈主动发给我的 前段时间我是发生了那么多变故 妈她想要报复吧 她已经把一部分的股份 转给了秦山 为了救世拉了我们股东们 支持你当董事长 只要我们现在把这些公布出去 就没有董事在乎支持你爸了 这可是千载单分好机会啊 陈哲不许两家联姻的石头 你爸一定权利会挺欧阳上位的 到时候我们就真的来不及了 你就那么希望我成为董事长 对 因为这是你的理想 我 我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还因为孩子 陈哲 陈哲 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傻子 你也千万不要把我当成你野心的一枚棋子 我爸偶心立血 把所有精力 都放在了欧氏集团的发展和壮大上 你想让他身败名裂 我绝不允许 陈哲 陈哲 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我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你不想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前程吗 就是因为这样 我更不能允许你这么做 我孩子的父亲 绝对不可以是一个不择手段 没有底线的人 请你立刻把这些东西给我处理掉 否则 就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 要听的吗 他根本就不允许你 也不允许你 把他知悟失 查到了 告诉我 快点 怎么样 我呀 还以为是个独门独院 合着是个大杂院 就这两间小破房 厨房公用的 那厕所还得上外面上去 多不方便呀 不念是价格还卖那么贵 老房子都这样 这片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 那之前带您看那家 价格还贵不少呢 真的是没有比这个性价比再高的 我觉得还是价格有点贵 还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那咱们回店里谈 回什么店里 你房东不在这儿呢吗 这谈好了 我们就直接签合同了 没时间看来看去的 不好意思 我还没有想好这房子 到底要不要卖 我想再考虑考虑 那那个 算了算了 要不然就按你之前的价格吧 行吧 那赶紧签合同吧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钱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是我自己还没想清楚 这房子我不想卖了 对不起 不是 那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不是 不卖了把房挂出来干什么啊 我之前那房子都卖了 现在这房价一天一个价 他这一不卖了 这耽误过一天时间 你赔多少钱呀 小伙子 你怎么回事啊 那个 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啊 对不起 我 我真的没想清楚 不好意思 什么事啊这一家 不是不卖了 你让我再看 你再房子这事了 那回头联想 林小姐 不好意思啊 咱们再看看别的 要不然 看不看了 你这太不靠谱了 小伙子 我再耽误时间 那边还有更好的 那边有便宜点的 你再看看呗 便宜点的 那我看看吧 我要弄清他家在哪儿 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都去哪儿 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娱乐场所 等等 跟黎东有关的一切 我都要弄清楚 你明白了吗 明白 干杯 我是不是傻呀 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前 我好歹是一老爷们儿 我怎么能答应他那种要求 我是不是贱 我就是贱 苍天呀大地呀 能不能可怜可怜我这脆弱的小心丧啊 喂 我说姑奶奶 我这正蹲点呢 你能不能别打扰我工作呀 我想了半天 像你这种没脑子的人 肯定蹲在酒店大堂等黎东的吧 不是 我这不跟大堂蹲着 我去哪蹲着呀 这黎东总得进门出门吧 你能不能动你的脑子想一想 那么大的老板 可能走路去上班吗 你现在要不然就去低估 要不然就跟他搬过什么口 白痴 得可我给你打个电话 赶紧的 行行行行行 我 我现在就去低下生活 谢谢 怎么了 有心事啊 没有 中午想去什么 我去小江南给你买 不用麻烦了 本小姐已经不辞辛苦地去过小江南 把欧大少爷最喜欢吃的那老四样给买回来了 怎么样 我才适合做你的秘书吧 你怎么来了 李美雅自从变成你妹 我就决定重操就业了 毕竟你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毕竟好白菜怎么也不能让猪给拱了 你说是吧 说什么了 我跟欧阳说话有你什么事啊 请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 还有 你就是这么接待欧总的客人的 麻烦给我来一杯咖啡 谢谢 你真 谢谢 算了 别跟他计较 你先出去行吧 正好呢 这咖啡我一口都没喝 请慢用 我说黎大小姐 你这人怎么这么扑朔迷离 这么不稳定呢 放心 稳着呢 我这次可是来拯救你的 你别不使好人心啊 我需要你拯救吗 你需要 我告诉你 娶谁都行 救他不行 我想我娶谁不娶谁 还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吧 我插手你可以不听 但是我来捣乱你也管不着 有本事你就把我从这儿轰出去 总之呢 你俩之间这条杠子 我插定了 谁 我给你买也是 我怎么撒也不住 你这一条材料 有请问我 我只是早餐 你帮我去 只要我去 长时间吧 你多提早 你看一 Preston 都不顾我 你别看我 这样 我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需要出去一下 你好好在这里待着 好 快去快回呀 翻一会儿凉了 思雨陪我出去一趟 好 喂 去美国的事你告诉他了吗 放心吧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说是我的朋友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了 待会儿俱乐部见吧 我想事前跟你说 好啊 待会儿见 来来来 各位 喝水 来 来 我不需要过户 您只要把钱给的就可以了 这件事千万别让他知道 具体怎么操作 你们俩看着吧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您这样的客户 卖房的女士是你女朋友吧 这礼物太贴心了 你误会了 她是我妹妹 好哥哥 好哥哥 那就按您说的办 后续需要什么手续的话 就跟这位蒋先生联系 跟我联系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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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君 你以为躲到这儿 我就找不着你了 太想瞧我李达薇薇了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吓死我了 姐姐 你不李薇薇吗 你怎么来这儿呢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围鬼祟祟的坐在这儿 干吗不进去 那个 你哥是不是经常来这儿 还是说他平时 来这儿都有古顶的时间呢 什么意思啊 跟踪我哥啊 没有 我这不随便问问 你要这么想好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但我没问 老实交代 杜若南是不是喜欢我哥啊 我天啊 不是 我可什么都没告诉你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事就我一人知道啊 永远不要小乔一个女人 对于八卦的敏感捕捉力 这是你们男人永远无法脾气的 更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 只要稍作分析就能猜得到 那 那你 那你能不能 装不知道啊 要不然回去我就死定了 你不是喜欢杜若南嘛 干吗替他办这种事啊 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啊 不好意思 你这个连分析都不用分析 你的脸上就写着三个字 杜若南 这样 我这 是不是太没诚服了 不过为了他 你能出来跟踪别的男人 我也是挺佩服你的 那我就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杜若楠跟我哥 根本没戏 真的 你哥是不是有女朋友啊 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定关系吧 但是他的心早就已经被沾满了 连杜若楠的一个小脚趾头都塞不进去了 太棒 我回去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不对 坏消息 你 你躲什么呀 别说话 跟你没关系 跳脚 sooner 你回去了 梅雅现在在卖房子吗 对 她这人就是这样 从来不想亏欠别人的 她一定是想自己承担林叔治病的费用 我跟她说 这笔钱是我先垫付的 等将来有机会她再慢慢还给我 你要不这么说 他可能直接就拒绝了 你不用太担心 我刚去过中介 已经安排人匿名去买了 房子我会替他好好保管 也会安排人定期去打扫 等一切都结束了 再无故远逐 你心里有个数 但千万别告诉你呀 我知道 大排弹怎么样了 店里深一盒火爆 土豆也在店里 我的员工也会时常过去帮忙 梅雅也会经常过去忙活 一瞬间 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那个灵梅雅 整天忙忙叨叨 二呼呼的 还有啊 我会陪他 帮他带着灵梅雅 一块去美国待一段时间 也好让他换一个环境 这样也挺好的 辛苦你了 有一点你一定要清楚 我为灵梅雅做这些事情 是因为我想为他做 而不是我替代谁去做 我已经向梅雅表达了我的心意 我知道 要忘记一个人需要时间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 我不会再顾忌我们两兄弟的情意 你是他的哥哥 也永远只会是他的哥哥 我会帮助他尽快忘掉你 所以 先跟你说一声抱歉 不用抱歉 自 conversOOD 在这件事情上 我没有站在你的队里面 我跟你的目标是一致的 梅雅她幸福就好 女人 美国 你在这件事情上 梅雅她幸福就好 喝着呢 强行留在一个 不爱你的男人身边 很痛苦吧 他也不爱你 我知道 我又没想让他爱我 是黎美娅让你来的吗 你到底是不是 黎美娅曾经最好的朋友 你就是这么看待他这个人的 你想干什么 纯捣乱是吗 我这可不叫捣乱 我这叫见义勇为 毕竟欧阳是我曾经的梦想 我心目中神坛上呆落的人物 怎么也不能让你这种人 给随便祸祸了吧 你这个人的格局 我又不是没见过 我以为你从泰国回来 会有所长进 没想到还是老样子 无理取闹的尽头只增不解 你以为我会像黎美娅那样 好欺负吗 你是不是忘了你们黎氏集团 在录导的项目了 又我在提醒你一遍吗 你可别再提那个什么项目 早就翻篇了知道吗 我哥已经成功地引进了资金 根本就没有你爸 锁在哪家破基金公司 怎么着 这回是不是没什么能牵制住我的了 那就更好办了 你要是再眨眼 你就撕烂你的嘴 赶紧撕烂我的嘴 我果然没看错 狐狸也把总算是露出来了 撕现在就撕 别让我瞧不起你 还会泼酒呢 就这点本事啊 你不知道我黎薇薇对这招已经百步不侵了吗 你还敢穿我头呢 你敢穿我头呢 你给我穿他 你给我穿点人 你给我穿 你让他 让你回回 别人家的朋友 让你给我穿我 我给你 我的天哪 我说了 四川 干吗呢 人家 你说了 胡闹 他碰了头头 你打我 我光看见你 你竟然在这儿打人家 你胡闹 我等着 我告诉你 行了 走回家 我帮你帮 你给我等着 徐思雨 别高兜了 回家 你走 你拦我干吗呀 我还没打工呢 我不来 你杀人了一会儿 你赶紧回家 没事吧 我松开 你干吗你想气死我呀 是你想气死我好吗 黎薇薇 妈今天给我打电话 说你要重新开始追欧阳 我一开始还不相信 好家伙 你刚才可真是让我开眼了 又跟人干起来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到底在胡闹什么 黎薇薇 我没胡闹 我就是不想让徐思雨好过 欧阳娶谁都不能娶她 欧阳娶谁都不能娶她 是她的自由 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好吗 你赶紧回家去 该干吗干吗 还有 以后你要是再来找 徐思雨的麻烦 我就让你去老店洗碗 洗一辈子 回家 黎薇薇 回家 气死我吵 徐思雨你这个贱人 气死我了 躲着吓死人知道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这刚才打搬连车没打着 这不徐思操有你个顺风车吗 我在国外虽然开的是秃秃 但是好歹也救过你的命好吧 你对待你的救命恩人 能不能别拿你这种 杀死人的眼光看我呀 对吗 那你怎么着也得请你救命恩人吃个饭吧 先陪我做个头发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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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头发 是不是刚才在里边跟徐思雨打起来了 要你管 再啰嗦自己留这儿打车 好好好 是 跟着她的女人 是 是 还有 挺儿竟然 是 不是 很能干啊 你 是 你 别跟文文介家 她不懂事 不知道你跟她有大错了 你接下来 还有要为李密亚做的事吗 对不起 你除了跟我说对不起 你还会说点别的吗 你也愿意待在哪个城 那个路 那个房 那个灯 那扇窗口 我紧紧的放着你给我的CD音乐 当作背景 怎么唱 都不再煽情 我记得你喜欢闭着眼抱着我 好像我是你的脸小细细 我会指甲如何在你下台你 鼓掌着嘴巴里你像个机器 你的世界我的日子 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 过得太快来不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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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遥情的日子里 是我想得不费力气 杀杀看你 只有和你可以在一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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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我们要不了在一起 柔情的日子里,生活得不费力气 想想看,只要和我们在一起 不想现在只能遥远地 长着你